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Wavtec 缆科技,我是Eric 前几期的视频不是因为预算有限,所以选了一个入门款的UI路由器 明明千兆路户的关签,功能全开的话只能跑到500兆左右 我凭本事称的免费千兆宽带,如果只能跑到500兆左右,不是太便宜连通了 正在这时候呢,UI就联系到我说他们可以提供一台UDMSE给到我 于是呢,我们就一拍即合 UDMSE的外观就比较像传统的企业路由器架构,软件功能上完全相同 不对,UDMSE的话支持双WAN口的负载均衡 右边两个万兆SFP Plus接口,还有一个2.5G的以太网口 任意两个接口支持多运营商的负载均衡 UDMSE的这里SE是Special Addiction的意思 它比上一代的UDM PRO多了一个POE的功能 边上的8个EG LAN口全部支持POE功能 而前面两个还支持POE Plus功能 可以带两个耗电巨大的U6LR的AP 这两个AP的特点就是覆盖面比较广,缺点就是功耗比较大 需要输出更高功率的POE Plus才能供电 这个立马就感觉省了一台POE交换机的钱出来了 这里除了能连接AP之外,还可以给UI自家的摄像头供电 路由器内置的128GB的固态硬盘 可以用来存储视频摄像头的录像 作为硬盘录像机使用 如果不够呢 中间还有一个3.5毫米的硬盘拖架 如果还不够呢 你可以接上一台UMVR 如果还不够呢 你可以再接一台Pro版 如果还是不够呢 最边上还有一块1.3英寸的触控屏幕 日常管理、设置 这个屏幕就可以通通搞定了 屏幕还有一个很极客的功能 如果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一定要展示一下 可以配合UNIFI的APP 利用iPhone的3D摄像头 直接通过AR查看每个接口的连接设备 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些小细节 很容易让你爱上一个产品 电源插口呢 和机身完全吻合 边上还带一个锁扣功能 防止意外松脱 边上还有一个DC硬接口 可以配合UNIFI的智能电源 在主电源故障的时候 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上 但是呢 主电源不只是热插吧 也就是说万一主电源坏了 还得完全拆下来 对于一些企业需要 7x24小时的设备在线的话 就会有点尴尬 不过对于家庭使用来说 这里是完全绰绰有余了 还有一个小细节给你看一下 能把螺丝码这么整齐的公司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至于要怎么配置呢 我在上一期视频里有教过大家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点击这里 嗯 对了 大家应该知道这台路由器 是不带WiFi功能的吧 所以这里我又黑了一个U6Mesh 不为什么 主要是好看 可以摆在桌面上 也可以刮在吊顶上挂装 挂装的时候 可以购买官方的安装支架 机身大多数部分 都是可以藏在吊顶里的 只有天线部分 和标志性的LED光圈是露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家里 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AP 例如想要安装到86核上 就可以选择U6IW 大屏层呢 就可以选择超大覆盖面积的U6LR 如果希望最新的WiFi6E 可以选择Enterprise的版本 知道吗 不AP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靠拆 你也可以像专业师傅一样的 进入UI的设计中心 导入你家的图纸 就可以实时看到WiFi的覆盖情况 点赞过100 我这里就把UI的所有WiFi6的AP 全部黑来 给大家做一期充电三分钟的视频 教大家如何像专家一样的设计WiFi覆盖 都配置好了 那我们看看怎么使用这台设备吧 首先把所有的智能家居网关 由于网关大多不支持POE功能 所以我们这里买了一些POE的分离器 都直接通过路由器供电 好处呢 就是可以在UI的APP里 远程重启POE的电源来重启网关 万一什么卡了 不管在哪里 都可以远程重启家里的智能网关 做智能家居的服务商 这里就要赶紧做好笔记了 然后呢这里还连接了一台Mac mini 作为盘路路由 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废旧的Mac mini不要乱丢 拿来做盘路路由器 拿来做NAS 那是真的香 另外呢我这里用的是 连通免费的签照光纤路户 客服呢天天打电话来 骗我升级FTTR FTTR就是我们常说的 Fiber to the Loom 光纤到房间的意思 每个房间有一个他们的光猫 律律商送的这些光猫呢 一般功能比较少 性能也比较低 所以我们这里用一个猫棒来代替光猫 这里呢也算是个插边的FTTR了 要用猫棒代替光猫 首先要把光猫拿过来看一下 光猫上一般有标记 有E-PON和G-PON两种 如果小区高档一些呢 还有可能是10G的E-PON或者10G的G-PON 有时候10G就直接被罗马数字X代替 又叫做XG-PON 本来呢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国内的运营商 自己有一套链路认证的系统 所以一般的猫棒呢 还是用不了的 得买国内这种魔改过固件的猫棒 支持输入逻辑ID 密码 设备SN VLAN等参数 这里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联系到负责自己小区的维护人员 然后用实力说服他 普通的E-PON和G-PON 这里只要1到200块钱就可以入手了 极限也能到达千兆左右 但如果要突破千兆 所谓的网上传说 运营商为了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通常会把网数限制到套仓的120%左右 也就是说千兆网络宽带 根据传说会被限输在1.2GB左右 为了多出这个传说中的0.2GB 要多花1000多块钱 肯定有点不值 当然这里比较特殊 网上还流传着由1G-PON 魔改过来的2.5G-PON 这个价格要比较便宜 但是稳定性普遍比较差 而且不巧的是 我们小区里只有10GB的1.1GB支援 目前网上还没有发现 支持2.5G的魔改版的1.1GB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价格更便宜的1G-PON 主要是为了丢掉光猫 尽量简化自己的网络TOP 能少一个是一个 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我家的网络的最终的完整形态了 UDMSE负责整个网络的设备管理 搭配U6Mesh 覆盖家里的Wi-Fi需求 PoE分离器连接各种不支持PoE供电的网光 还有Mac mini作为盘路路由 这里还有一个10GB的SFP Plus接口 通过10GB的SFP万兆模块 打算以后用来接群灰 OK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如果还有任何的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 Bye